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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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波蘭的世界 我是Briant 今天的影片呢 就要跟大家鄭重的宣布一件好消息 我個人服裝品牌要開始開賣囉 好 其實這一件事情呢 已經鋪陳蠻久了 從我一萬訂閱的Q&A的時候 我就有回答說 欸 我以後想要出自己的品牌 這也是我做YouTube頻道的一個初衷 然後我也很希望把我的這個 穿大的美學 一些理念跟思想 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穿在身上 那我的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就把它命名為 Chaosify 那為什麼取名Chaosify呢 其實這個字是一個自創字 它是來自於一個英文單字 Chaos 那這個Chaos呢 如果你去字典查 就是混沌的意思 不是混沌 其實是混亂的意思 一開始聽到 這個混沌混亂 都覺得 欸 比較負面一點點 為什麼要取這個 為品牌的名字呢 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你要做一個成功的牌子 名字就要有一定的 帥的程度 像是Anne Bush Undercover 那公司品牌的名字 印在身上 就有一種給人蠻帥的感覺 或是像Supreme 至高無上 那第二點呢 其實就是我想要傳達的中心思想 其實所有的一個秩序啊 或是一個好的一個結果 它都開始於混沌 所以我這個品牌的思想呢 就是希望能打破這些 既有的規則 讓它回歸混沌 然後再由混沌當中 我們找到新的開始 新的秩序 新的好的東西 黑阿瑟白這個品牌的第一樣單品呢 終於要在2020年的年底 12月多 要推出第一項單品了 那這個單品呢 其實就是為了 替2020年做一個總結結尾 這件單品的名字呢 叫做 2020 needs to be cancelled 那其實這句話是來自於 一個歐美非常有名的 hashtag 很多他們的年輕人都會使用 這個 hashtag 緬懷 或是來講一些 2020年所發生的悲劇 那所以我在這一件衣服上的設計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我就放了幾樣 我覺得特別難過的一些事情 一代巨星 Coby Bryant 黑人的一個 算是一個異象的領袖 黑豹 但他的演員 他也在今年突然的就離開了我們 然後包括下面 防疫COVID-19的一些醫療人員 然後還有正中間 黑人抗議這個 Black Lives Matter的一個 抗議的一個牌子 還有他們遊行的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最後上面呢 就是寫著 2020 needs to be cancelled 就是用這個 非常有意思的這個 hashtag 把這個圖呢 做一個完整的結合 這件衣服其實 不是要讓大家去想 2020年所發生的壞的事情 而是希望大家呢 利用這件衣服去緬懷 經過了五年十年 我們在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就會覺得 歐 因為當時我們是用很正面的態度 用很積極的方式去面對所有的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活得好好的 其實他就是為了這件事做一個紀念 那我覺得這個作為我品牌的第一件商品 也非常的符合 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Chaos Chaosify 就是從混亂當中我們找到新的秩序 那2020年其實就是一個混亂的一個象徵 那我們用這些帽提來做一個收尾 也表示說我們2021年會找到新的資訊 那這件帽提要怎麼購買呢 其實在這個影片上線的時候呢 他在官網的一個預購就已經開始了 那這件帽提呢 其實他的數量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趕快去購買 那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然後也非常開心 我的品牌終於開始了 也謝謝你們 這就是在過去的這個 一年半當中對我頻道的支持 那也希望呢 你們能同樣的支持我的品牌 記得大家去follow一下 這個品牌的官方IG 然後偶爾也會有抽獎的活動 非常感謝你們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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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